前世高考,妹妹选择美貌系统,留给我学霸系统。 结果,妹妹和富二代早恋后,她被去母留子,赶出了豪门。 而我凭借高考状元的名头创业,成为身价过异的女总裁,被金圈太子爷追求。 妹妹嫉妒地杀死了我,再睁眼,我们都重生了。 这一次,妹妹抢先选择学霸系统,姐姐,高考状元和豪门继承人都是我的了。 我微微一笑,她不知道,我从未依赖过学霸系统,高考状元是我自己努力的成果。 系统给予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第一,系统选择中,我和妹妹都重生在高考前。 我刚睁开眼,就看见妹妹姜子怡激动地大喊,我先选,我要绑定学霸系统。 学霸系统冰冷地发出机械音,以绑定宿主姜子怡当前目标高考状元。 而在妹妹说完没多久后,被剩下的美貌系统绑定了我,她天天对我打个招呼, 慈青你好呀,我是系统小美,以后会让你成为全世界最美的女人。 我皱起眉头,谢谢,我不需要绑定系统。 听到这句话,妹妹咯咯地笑起来,什么美貌系统,一点用也没有。 她嘲讽地对我说道,姐姐,这次换我绑定了学霸系统,高考状元和豪门继承人都是我的了。 我笑了笑,妹妹真的以为,绑定学霸系统后就能过好这一生了,依赖外物,只是不幸地开始。 前世,江子怡毫不犹豫地绑定了美貌系统。 我和妹妹是双胞胎姐妹,她从小就长得甜美,被爸妈养在城里,精致地像个公主,所有人都喜欢她,想尽优待。 而我被丢到乡下,既养在外婆家,只知道读书改变命运,发狠学习才在高中考回市里。 所以,当两个系统同时要绑定我们俩姐妹时,长过外貌带来甜头的妹妹,立马选择了用美貌系统改变命运。 高考在即,她和班上的富二代早恋,以为凭借自己的美貌,就能嫁入豪门,随便混了个大专文凭。 结果江子怡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富二代玩腻了她。 不论她再怎么用美貌系统的道具,保持紧致丰润的身材,求对方回心转意。 甚至还偷偷下药,给她生了个孩子。 富二代只把江子怡当作养在外面的女人,在家族陷入破产危机后,立马跟她断了,转头和其他富家千金联姻。 根本没有把江子怡带入自己的圈子。 江子怡习惯了不劳而获,突然被扫地出门。 卖掉了富二代送的几个奢侈品包包后,花钱大手大脚的她,很快背上了巨额的贷款。 与她相反的是,我成了高考状元。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在新闻上宏极一时,被网友称作状元节。 我凭借高考状元的学头和流量,运营自身,IP,又不断学习,依靠技术创立科技公司,摇身一变,成为富一代。 可就在金圈太子爷刚在网上公开表达对我的欣赏后,除了美貌一无所有的江子怡,开车撞死了我。 还和偏心的爸妈一起,拿走了我的所有遗产。 江思青,你从小到大就长得不如我,凭什么现在比我更有钱? 如果我绑定了学霸系统,肯定过得比你好。 江子怡神色癫狂地说道,妹妹不知道,我从来就没有使用过学霸系统的力量。 高考状元是我自己努力考出来的,前世所取得的成就,也全是我拼命工作换来的。 这一世,我看见江子怡心高气傲的样子,摇了摇头。 系统给予的馈赠,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江子怡说的倒也没错,美貌系统确实是一无是处,甚至还对我帮了到忙。 因为她开启了自动美颜模式。 本来我面容辣黄,熬夜学习的黑眼圈沉重,发型还是为了节省时间,自己乱捡的蘑菇头。 美颜模式后,原本的雀斑都淡了几分,皮肤变得细腻不少。 那狗啃式的短发也显得英姿洒爽。 刚进教室,同学们的目光都纷纷朝我看来。 美貌系统在我的脑子里念叨。 哇,前面那个女生把校服裤脚挽起来了,显得腿细,不过还是比不上你瘦。 好多男生在看你哦,特别是那个富二代,一看就很有钱。 见我全心全意地埋头整理课桌,根本不搭理她。 美貌系统委屈地说,你怎么不理理我呀,人家都好心帮了你诶。 富二代司徒号,就是江子怡前世根的那个。 她吹了声口哨,插着口袋走到我的座位旁边。 同学,你走错班了吧?以前没见过你呀。 这个位置是那个土包子学霸的。 我面不改色地翻开成读的课本,头也不抬地说,眼睛没用,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我就是江思青。 请你不要站在这里,打扰我学习了,谢谢。 司徒号脸色微轻。 他家里小有财产,嚣张跋扈惯了,从来没有人像我一样,直接拒绝他。 刚开口想说什么,班主任赵老师就进教室了。 他善善地回到最后一排的座位上,还一直在背后用眼神瞪着我。 美貌系统发出尖锐的报名声,哎呀,你怎么能这样跟司徒号说话? 他家是清城市首富,根据大数据显示,攻略下司徒号是目前最有可能改变命运选择。 没错,美貌系统和学霸系统找上我们时,声称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 只不过,一个通过便美掉凯子,另一个通过考试作弊。 若不是江子怡抢先一步答应学霸系统,这一世的我两个系统都不想绑定。 我正准备手动关掉美颜模式。 美貌系统顿是不叫了,可怜巴巴地挽留到。 宿主,这个一件美颜模式今天是免费试用的, 都是新手大礼包里赠送的东西。 你看效果多好呀,大家都在背后议论你,说你漂亮了很多呢。 系统像极了卸载不掉的流氓软件,企图不让我关闭。 我淡淡地说,今天是免费,那明天呢,美貌系统支支吾吾道, 那就需要你努力去获取积分了。 只要能获得攻略目标的喜爱值,就能兑换。 怪不得,前世江子怡绑定美貌系统后,掉了好几个备胎。 最后,为了收益最大化,才选择成为司徒号的女朋友。 就是看中了她的财富和气运。 而上辈子,学霸系统先是给我所谓的学霸体验卡, 并假装自己是人畜无害的搜体库。 每当我解不出来题目时,她都会发出冰冷的机械声, 提示我是否需要兑换答案, 却从来没有显示背后要付出什么代价。 我赚了赚笔。 所以,你们美貌系统是通过获取爱意来窃取别人气运,维持运转。 而学霸系统消耗的是宿主自己。 我说的没错吧? 美貌系统不敢说话了。 她精心包装,引诱被寄生者使用系统的骗局, 被我直接拆穿。 然而,江子怡并没有意识到系统的陷阱。 她觉得绑定了系统,就是天选之女。 见到所有人都被我吸引住了目光,江子怡恨得咬牙。 在班主任数学老师喊人回答一道压轴题, 所有人都低头躲避老师的眼神时。 学霸系统及时地弹出机械音, 检测到该题目超出宿主的知识范围, 是否兑换学霸答案。 是,我瞟了江子怡一眼。 他很信地说道,老师,这道题选,B。 并且按照系统给的答案解析, 以字不落地念了出来。 赵老师惊讶了一瞬, 很好,江子怡同学有进步, 连这道难题都回答出来了, 还提供了全新的作题思路。 这次数学竞赛,你也报名参加试试。 要知道,在青城一高的火箭班, 基本上都是全省千军万马筛选出来的种子选手。 而江子怡是爸妈砸钱托了关系, 好说歹说才塞进来的, 一直是班上的吊车尾。 这次,依靠学霸系统的江子怡终于扬眉吐气了。 在下课时,他堵住了去上厕所的我, 语音得意。 江思青,没有了学霸系统, 你就等着培斯图号破产和西北风吧。 这一次,轮到我认识顾怀锦少爷了。 顾怀锦正是那位金圈太子爷。 我和他初次相识, 就是在全国高中数学竞赛的决赛现场。 但我重生回来, 不是为了跟江思青争男人的。 他的眼界也就那样了。 随你。 我无所谓地回答道, 你平常的考试分数也才四五百分, 竞赛题的题干你能读懂吗? 江子怡气地跳脚。 当着我的面, 兑换了为期一个月的学霸体验卡。 还被忽悠着在系统商城买了所谓聪明药。 那些使用的副作用, 他一个都没听进去, 全都选择了跳过。 原本鲜瘦的身材胖了几分, 手背上长了肉。 江子怡并没有发现, 还指着我的鼻子高傲地说, 顾太太的位置是我的。 你想都别想, 笑死。 我根本不会去参加竞赛。 男人跟外婆相比, 完全不值得一提。 上辈子, 就在我去参加数学竞赛出赛时, 外婆突然在老家摔倒, 脑溢血身亡。 这一世, 我要好好生活, 阻止外婆去世。 比赛当天, 我向班主任请假。 坐了两个小时的大巴车回到老家, 成功救下即将摔倒的外婆。 然后开始着手准备上一世的事业, 先从核心代码写起。 江子怡并不知情。 决赛入选名单公布后, 他看见上面没有我, 便迫不及待地跑过来冷嘲热讽。 哟, 这不是我的学霸姐姐吗? 这次数学竞赛居然没有入围啊。 江子怡在我耳边得意地说道, 看来, 你离开了学霸系统之后, 就是个废物。 我抬头看向他。 江子怡肌肤吹弹可破的脸上, 额尖冒出好几个红肿的青春痘。 原本宽松单薄的校服, 现在被肉撑得紧紧的。 不到半个月, 他的身材就大了两码。 这些都是使用了学霸系统的代价, 还是最小的那种。 竞赛题目太难, 远超过江子怡贫级的知识储备。 学霸系统收割了他的美貌, 换取一次数学竞赛的答案。 我勾起嘴角, 江子怡, 你作弊了, 你,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见被我揭穿, 江子怡神色慌张离顺。 随即很快平复情绪, 装作委屈地抹了抹泪。 姐姐, 我只是在关心你的成绩啊。 他故意大声控诉, 全班同学都纷纷看了过来。 旁边的男同学看见女神伤心, 跟着附和道, 是啊是啊, 同事双胞胎, 江思青一头短发不男不女的样子。 子怡长相甜美心善, 虽然现在比以前胖了不少, 但人们以前笨了。 听到别人说自己变胖, 江子怡脸色暗沉, 眼泪都快挂不住了。 偏偏这个男生是我们班的班长, 他曾经的甜狗之一。 前一世, 江子怡绑定美貌系统后, 故意挑拨我和班上同学的关系。 他每次找我问完题目, 都含泪离开。 对外说, 我嫉妒他的美貌, 背地里没少窜多甜狗团, 给我使绊子。 他们虽然暗暗排挤我, 但不敢做出霸凌的举动来。 因为我的成绩从未跌出过年级前时, 在以分论人的高中, 毫无疑问是强者。 这就导致空有美貌的江子怡更气了。 我笑咪咪地开口, 你要是这么想, 那我也没办法。 我怎么会嫉妒妹妹呢? 我们是双胞胎, 你的智商有进步,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只不过, 你突然从年级三百名, 变成全省竞赛前时。 我故作停顿, 我是怕你误入歧途啊。 说完, 江子怡的脸都僵了。 重生回来, 她太想压我一头了。 用学霸系统, 对话了将近整张试卷的答案, 却忘记自己几斤几两。 我…… 我以前只是随便学学而已。 江子怡嘴硬地说道, 像我这种天才, 只要稍微认真点, 就能考上清华北大。 你们不信的话, 我当场给你们做题。 江子怡铁了心准备打脸, 一把抢过我手上演算的草稿纸。 最上面, 是一道我前世研究的算法题。 江子怡看得满头雾水。 正当她准备兑换答案时, 学霸系统发出尖锐的警告声, 低。 检测到该问题超出当前学术界研究范围, 即将用宿主全部的美貌值兑换, 是否确定。 听到自己会变丑, 江子怡犹豫了一下。 然而, 旁边吃瓜看戏的同学们窃窃私语, 都在狐疑地望向她, 等她现场解题。 校领导恰好也站在教室门口。 江子怡咬咬牙, 半天没有动笔。 突然, 一个沉稳的男生从外面传来, 你们在做什么? 金圈太子爷快步走到江子怡旁边, 冷冷地看我, 不许你欺负子怡。 顾怀紧眉头紧皱。 她毫不留情指责我, 江子怡同学是天才, 全国只有她做对了最后一道大题, 就连常教授都想收她为徒。 你们这群智商不超过150的庸才, 有什么资格敢质疑她? 我望向顾怀锦。 前世, 她曾温柔地抚平我成长时, 受过外貌羞辱, 说我美的地方不在于外表, 在于聪明的大脑。 而现在, 她却轻蔑地瞥了我一眼, 拉着江子怡离开, 留给我一张孤零零的演算纸。 顾怀锦智商极高, 她一直渴望和同龄的天才交流。 美貌系统蠢蠢欲动地说道, 宿主, 你赶紧兑换攻略道具吧。 那位金圈太子爷是专门为了江子怡而来的, 得罪了她可没有好下场。 只要你服下美白丸, 变得娇软诱人, 没有男人会舍得拒绝你。 不需要。 我无所谓地把纸张收入包里, 忙着创业的同时, 按部就班地锻炼身体, 勤晒太阳, 用餐增机。 美貌系统只会让人变得白右瘦, 讨好别人, 不能增加我武力上的威慑力。 我让系统在运动的时候, 帮忙寄个时, 也算是废物利用。 而江子怡恐怕还在做成为顾太太的美梦。 她大概还没有搞清楚, 我的前世成就, 从不依赖于系统和男人。 所谓的学霸, 也并非做出一道题那么简单。 原来, 江子怡被轻大的教授看重, 已经保送的金圈太子爷顾怀锦, 此行正是为了导师考察几位种子选手。 不仅有笔试做题的形式, 还有口试面试。 比起分数, 更注重学生的文化储备, 以及眼界素养。 江子怡假立了学办人设, 需要用更多的谎言的弥补。 她和顾怀锦漫步于校园之中, 带着少女般的羞涩, 满脑子都是勾搭未来顾家的继承人。 刚想伸手去挽顾怀锦的手臂, 对方脚步一顿, 避开了她。 江同学, 那个猜想, 我有灵感了。 顾怀锦将自己的思路一一讲述, 正好, 有几个世子, 你来帮我计算一下。 江子怡像听天书一样, 困得直点头, 啊, 什么粉, 怀锦哥, 你想吃饭了吗? 是微积分。 顾怀锦皱了皱眉, 竞赛的最后一题, 你不是用过吗? 江子怡顿时善善道, 哦, 我, 我会的。 我差点笑出了声, 两人的目光迅速朝我看来, 我扬了扬眉。 打扰了, 我只是路过。 江子怡恨得磨牙, 咬碎了脏话, 吞进肚子里。 面对顾怀锦, 以及周围老师和同学的提问, 他只能不断地用学霸系统兑换答案, 代价就是身体像吹气球一般鼓了起来。 他变得暴躁多时, 整个人胖了不止十斤, 脖子上都重叠起厚重的脂肪。 往日精心打理的黑肠直, 现在变得枯黄干燥, 满地都掉头发。 原本爱慕他的人, 都纷纷避之不及。 只有顾怀锦愿意安慰他, 说外表只是皮囊, 学识才是真理。 然而事实上, 姜子怡既没有外表, 也没有内在。 他偷用系统给出来的答案伪装学霸, 终日惶恐不安。 在发现我的魔考成绩稳居前时, 顾怀锦开始向他询问我的名字时, 姜子怡那双被肉挤压的双眼, 更加阴沉。 放假回家, 他听见我在阳台跟男生打电话, 气冲冲跑过来, 抬手就要给我一个巴掌。 贱人, 你是不是又在背地里勾引怀锦哥哥? 神经。 我正在叮嘱电话那边创业上市。 脚步一挪, 姜子怡便笨重地摔倒地上, 痛得嗷嗷直叫。 他刚想找爸妈哭诉。 结果爸妈反而狠狠地批评姜子怡, 你看看你, 吃成猪一样, 像什么样子。 还不如你姐这个乡下长大的野丫头, 司徒家的秘书, 今天都夸你姐很有英气。 爸爸严肃地说, 听说你现在学都不上了, 非要跟一个不知名的穷小子, 跑去搞什么竞赛。 考上清华北大又怎么样, 那网上可都说了, 毕业工资也才那么点, 以后说不定还没有你姐有出席。 爸妈连连夸赞我, 仿佛要把这些年缺失的爱都补回来。 我讽刺地笑了笑, 前世, 我和妹妹绑定系统后, 爸妈觉得貌美如花的妹妹更有前途, 随便傍上大款, 一家人就能不愁吃穿。 就跟古代培养瘦马似的, 把全家的钱都给妹妹精致打扮, 保养身材和脸蛋。 觉得学历只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而我一头短发, 性格要强, 不会被男人喜欢。 即便我成了高考状元, 也拒绝给我支付生活费。 要不是我成绩好, 读书都免学费, 还有补贴拿, 像我这样外貌平平, 没有价值的女儿, 他们早就让我外出打工了。 这辈子, 爸妈发现我更受司徒家喜爱, 态度立马就变了。 江子怡从来没被爸妈训斥过, 她气得直拍桌子, 手臂的肥肉跟着一抖, 你们俩个没见识的懂什么。 司徒浩家不过是搞房地产的爆发户, 而顾怀锦是京城豪门的继承人, 人家选媳妇都要看学历的。 江子怡有点眼界, 但不多。 她眼眶发红, 极恨地对我说, 江思青, 你就和司徒浩一起睡大街去吧。 等我获得金牌保送, 成为顾怀锦的女朋友, 你们这群刁民兜得死。 可江子怡不知道的是, 她的体重已经到达了 她所能承受的极限。 选择与学霸系统兑换答案后, 江子怡在数学竞赛决赛现场 直接晕了过去。 医生说, 是过度肥胖导致脑工血不足, 从而发生眩晕。 病床前, 默默守候的顾怀锦转头指责我, 是不是你做的? 子怡给我看了她以前的照片, 说你一直嫉妒她的外貌, 是不是你给她未激素了? 顾怀锦盯着我的眼睛, 我会找到你害她的证据的。 美貌系统听到后, 在我脑子里嘶儿挖乱叫。 完了完了, 江子怡绑上了太子爷, 看来她更喜欢甜美款的。 姐, 不如你去接个长发吧, 咱们走相爱相杀的模式把她拿下。 我冷笑一声, 翻了个白眼。 蠢货。 然后朝顾怀锦比中指, 转身离开。 在踏出病房门的那一刻, 学霸系统突然找上了我。 她用冰冷的机械音说道, 江思青女士, 你想成为我的宿主吗? 我脚步一顿。 美貌系统傻乎乎地问道, 可是思青姐绑定的系统是我哎, 还能绑定两个的吗? 没你的事, 一边玩去吧。 学霸系统轻蔑地说道, 她告诉我, 江子怡实在是个蠢材, 绑定系统后只知道去兑换答案, 再也没翻过课本学习, 看不到半点气韵增长的可能。 她的美貌已经耗尽, 现有的气韵又不够值钱。 我知道你最近在筹备创业的事, 为此还找了司徒浩的父亲拿到天使投资。 而且你一直在研究的算法, 作为诚意, 我可以给你正确的答案。 学霸系统的机械因带着一丝丝蛊惑, 只需要你选择同意, 我就能吞噬美貌系统这个废物。 学识、财富、男人, 你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都唾手可得。 这是我前世杂入大量资金, 一直没有解决的课题。 只要突破核心算法这关键一环, 就能在人工智能领域上取得颠覆性的成果。 但我不喜欢受制于人的感觉, 何况还是来历不明的系统。 婉拒了哈。 我笑咪咪地说道, 美貌系统能帮我计算食物的卡路里, 提醒我精气的时间, 对我来说更有用。 所以, 我的气色越来越好, 身体机能比前世更佳。 学霸系统不解, 但是, 普通的手机也能做到这些。 是啊。 我离开学霸系统能辐射通信的范围, 轻声道, 因为我从不喜欢被掌控。 你会后悔的。 学霸系统冷冰冰地说道, 我知道, 姜子怡和学霸系统都不会善罢甘休, 索性在外面租了房子, 从家里搬出来。 爸妈本来还很不高兴, 觉得我翅膀长硬了, 要脱离他们的掌控。 但见到司徒浩亲自来帮我搬东西后, 爸妈顿时改了口风, 神情谄媚。 没想到司徒家的少爷喜欢你这种野丫头, 妈妈把我拉到一边, 欢天喜地地叮嘱我。 像他们这种有钱人, 高考完都去国外读书了, 你赶紧在毕业前怀着大胖小子, 免得以后见不着人。 到时候你把爸妈都接进豪宅, 正好妈还年轻, 能给你们看孩子。 爸妈的脸上满是贪婪。 美貌系统纷纷不平道, 怎么会有这样的爹马? 把自己的女儿当作攀入豪门的工具, 真是恶心坏了。 事实上, 我是和外婆一起同住。 外婆年纪大了, 又有高血压, 乡下医疗条件不好, 接到我身边方便照顾。 早在前世, 我就看透了这对自私自利的父母, 也不再期盼得到他们的关爱。 倒是美貌系统的反应让我有些意外。 怎么, 你不劝我攻略司徒号了, 自从我上次没有抛弃美貌系统, 让他免于被吞噬, 美貌系统感动得都快要哭了。 发誓绝对不会伤害和背叛我, 要做我的头号秘书。 美貌系统不屑地说道, 我已经对司徒号去魅了, 他根本配不上你。 除了出生好一点, 能力比你差远了, 男人只会影响你赚钱的速度。 再说了, 我是你的秘书, 他只是你的小弟, 辈分还比我差一截。 美貌系统洋洋得意道。 另一边, 司徒号被爸妈逼问得面红耳赤。 我…… 我怎么敢肖想清姐, 他可是我爸的合作伙伴。 我扬了扬下巴, 对跟班小弟说道, 走了。 我没有多少行李, 跟刚从乡下接回来一样, 包里只有几件校服和书籍。 司徒号家的豪车就停在小区大门口, 他非要凑热闹帮我搬家。 刚准备上车, 我就碰见了从医院回来的江子怡, 以及陪伴他的顾怀锦。 爸妈没听说过京圈太子爷的名号, 以为江子怡是在说谎, 连他住院都只去看了一眼。 现在见到我比上一世气色红润, 身材匀称, 还有豪车相伴。 江子怡的眼睛都发红了, 他身体过于肥胖, 目前只能坐在轮椅上由顾怀锦推着, 还有力气毫不犹豫地抹黑我。 姐姐, 你居然自甘堕落, 被富二代包养, 还跟他同居? 没等我开口, 旁边的司徒号直接回怼道, 你直接给你姐造黄谣啊, 你自己是一坨屎, 就以为别人也是屎, 哪个下水倒没盖好, 又给你爬出来了, 真羡慕你脸上的皮肤, 保养得真厚, 怎么不拿去做防弹衣? 司徒号疯狂输出, 江子怡难以置信地望着他, 豆立大的眼睛满是泪花。 你,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明明, 明明上辈子这个时候, 你还是爱我的。 放屁, 这简直就是威严耸听。 司徒号插腰大骂, 什么爱不爱的, 以前我和你成绩都是班上倒数, 数学考试就没及格过, 咱俩都听不懂课, 我才多跟你讲几句话的。 现在, 你居然跑去搞数学竞赛了, 该不会是用体重换的智商吧。 司徒号补充道, 感觉脑子也不是很聪明。 江子怡脸色一僵, 手臂上的肉微微颤抖, 顿时哑口无言, 表情满是心虚。 顾怀锦狐疑的皱眉, 江子怡同学, 她说的都是真的吗? 江子怡神色慌张了一瞬, 我, 我。 这时, 学霸系统突然发出机械音, 只要你愿意付出寿命, 高考那天, 我会给你考试答案。 我愿意。 江子怡迫不及待地大喊道, 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 她踩在轮椅踏板上, 仰头得意地看向我, 江思青, 你们就等着瞧好了。 我, 会是这届高考状元。 几个月来, 江子怡都没来学校, 听说她对外宣称是休息养病, 实则在想尽办法减肥。 她把顾怀锦的矜持, 以及司徒号的恶意, 都归结于我用外貌蛊惑了他们。 无论江子怡结实跳操, 还是吃三物产品的减肥药, 都没有任何帮助, 反而倒霉的, 差点被药片给呛死。 美貌系统说, 这些都是代价的一部分。 气韵减少以后, 喝口水都有可能会被呛死。 如果用寿命作为交换, 更会加速宿主的衰老和死亡。 而对于学霸系统来说, 这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行为, 没有气韵维持的系统只能休眠, 或许会永远沉睡。 她在赌江子怡成为状元翻身, 马上就要高考了。 我暂停下手上的事业, 认真复习, 全力以赴备战高考。 不像江子怡有学霸系统给的答案照抄, 我只有靠着自己的脑子, 用时间的长度来换取理解的精度, 增加胜出系统的可能。 但我没有想到是, 江子怡疯了。 她竟然要用外婆的寿命献计给学霸系统。 听到美貌系统发出的惊呼, 我连忙从学校赶回家里。 外婆被江子怡哄骗, 喝下了一杯酱鸭神水。 见到我来, 外婆还乐呵呵地说道, 哎呀, 我的俩个外孙女都来了, 子怡长这么大怪懂事的, 还给我送了进口酱鸭药, 让我明天高考前再兑水喝呢, 说是能为她祭福。 可是江子怡嫌弃乡下偏远, 住宿条件太差, 长大后再也没回去见过外婆。 对老太太根本没有什么感情。 果不其然, 我夺过瓶子一看, 黄色油状的液体, 很像嗡二甲鸡亚销案, 剧毒。 面对我的质疑, 刚刚还笑容满面的江子怡, 装都不装了。 是啊, 我才知道你为了就这个老不死的, 没有去参加数学竞赛, 原来你考试成绩还留了一手。 江子怡冷哼一声, 这老太婆本来就该死, 那我借她的寿命, 换取高考答案也不为过吧, 而且老太婆已经答应了。 说完, 江子怡恶毒的大笑, 毒药会在明天上午九点完全发作, 就看你是做个孝顺孙女, 送她去医院走完最后一程, 还是狼心狗肺, 选择继续去参加高考了。 我忍无可忍, 看见江子怡迈着小粗腿准备离开, 一脚将她踹到墙上, 肉弹猛烈撞击, 发出咚的一声巨响。 顿时, 江子怡嘴里吐出鲜血, 她没想到我会大开杀戒, 眼里满是不可置信, 你, 你居然敢打我, 你不怕我现在就报警, 让你在拘留所里待着, 参加不了高考吗? 我面无表情地用力出拳, 打你就打你了, 还要挑日子。 最后还是美貌系统劝我收手, 她告诉我, 她有解决的办法, 发现我的拳停顿下来, 江子怡连滚带爬地跑走了, 灵活地仿佛身上没有坠肉。 美貌系统说, 你的新手礼包里, 还有一颗美颜丹没用, 它可以排解体内的毒素。 只要老人家没死, 江子怡他借命的契约就会失效。 而且, 学霸系统只能给出造毒的方法, 江子怡一定是偷偷去大学实验室制作的, 我们可以找到她犯罪的证据。 报警后, 我带外婆去医院做伤情鉴定, 然后趁着外婆睡着, 给她吃下美颜丹。 病床上的外婆仿佛反老还童一般, 脸色红润, 身体的杂质全都排到体外。 我顿时松了口气, 哪知道外婆睁开眼, 拍了拍我的手, 快睡吧, 明天就要高考了, 是外婆连累了你。 我知道我刚出生的时候, 爸妈只想要一个女儿, 打算把我溺死, 是外婆把我接回乡下养大的。 我撒娇道, 以前都是外婆, 你照顾我, 现在换作, 我来保护你了。 高考当天, 我检查携带的准考证和身份证, 从医院到达学校。 碰巧的是, 江子怡跟我在一个考场, 她今天特意精心打扮了一番, 帽子上还印着 我是高考状元几个醒目的大字, 顿时引起路边的媒体争相采访。 江子怡得意地将头发别在耳后, 殊不知动作十分滑稽。 对, 我之前是静赛生, 高考题就跟呼吸一样简单, 这些状元肯定是我。 发现我来参加高考, 江子怡阴阳怪气, 向媒体指着我, 哟, 这不是江思青同学吗? 你外婆都在重症监护室里了, 还有心思参加高考啊。 顿时, 媒体的长枪短炮对准了我, 又被维持秩序的警察赶走了。 警察同志还过来安慰我, 孩子别担心, 和江子怡一起走进学校教室。 嘖嘖, 江思青, 你也不过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 她坐在我斜前方的位置, 心情愉悦地哼起歌。 九点铃声一响, 江子怡在心中大喊, 学霸系统, 我要用刘秀芬的寿命 兑换高考答案。 兑换中, 检测刘秀芬生命值正常, 兑换失败。 学霸系统有些纳闷, 你外婆的毒素已经被清除了。 奇怪, 现在人类的科技还造不出解毒剂。 怎么会这样? 江子怡惊呼了一声, 被监考老师训斥后, 慌慌张张地翻开语文试卷, 发现自己连做文题的材料都看不懂, 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在监考老师的死亡凝视下, 江子怡咬牙说道, 反正我还年轻, 我用自己的寿命兑换答案。 第一, 兑换成功。 如是重负的江子怡拿起笔, 直接对着学霸系统给出的答案照抄。 对于这些小插曲, 我并不知情。 开始考试后, 我便自动屏蔽了所有噪音, 沉浸在高考试卷里。 还是事后美貌系统给我转播的。 走出考场的最后一天, 江子怡站在校门口接受采访。 这几场考试, 她都是提前交卷, 第一个走出学校大门, 又因为考前嚣张宣布 自己是这届高考状元, 迅速爆红网络。 江子怡是想模仿我前世的路子, 利用高考的流量成为网红。 可惜, 她的小算盘要落空了。 就在江子怡对着直播镜头侃侃而谈, 讲述自己对高考题目的理解, 以及未来个人的规划时。 一排警车停在校门口, 将江子怡当场考走。 你, 你们凭什么抓我? 我可是这届高考状元。 江子怡惶恐地大叫, 想要推开人群逃走, 无奈身体太胖, 根本挤不出去。 不知情的围观群众跟着启红抗议, 警察同志, 你们抓错人了吧, 她还是孩子。 我和江子怡早满18岁了, 已经不适用未成年人保护法。 若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 江子怡连高考都参加不了。 执法人员掏出逮捕令, 江子怡涉嫌故意杀人, 证据确凿, 现在带回局里接受调查。 群众们一片哗然, 不可能。 我明明按照学霸系统教的, 把制毒的监控都删了。 怎么可能会被警方找到线索? 江子怡不可置信地喃喃自语。 然而, 学校门口全是学生和家长, 媒体还在网上直播。 顿时捂住嘴巴, 惊慌失措地撞向旁边的人, 企图从缝隙里钻出去。 蠢货! 跑什么跑? 学霸系统往日故作冰冷的机械音, 现在都快急冒烟了。 他刚准备提醒江子怡被抓后如何供词。 周围不知道是谁朝他扔了一个臭鸡蛋, 人人重马。 吓得江子怡当场晕了过去。 江子怡被抓到牢里时, 还在做他的状元梦。 说自己是天才, 能为国家做贡献, 不能关他。 然而, 早有监考老师怀疑他考试作弊。 江子怡和学霸系统都太过傲慢了。 凡做过, 必有痕迹。 教育局调取监控和圆卷后发现, 江子怡试卷和草稿纸都没有做题的痕迹, 直接拿笔在答题卡上写答案, 就跟现场在抄一样, 江子怡连题目都没有看, 全部一气合成。 可是从源头查起, 又没找到是谁泄露了答案。 我向国家透露了系统的存在。 不肯相信的顾怀锦, 主动请英过来探监。 江子怡被安排在一间暖色系的房间里, 与她对话。 怀锦哥你人真好, 他们非说是我下毒害了我外婆, 我姐姐和我爸妈都不肯来看望我, 我真的是冤枉的。 说完, 江子怡还抹了抹不存在的泪花, 装作楚楚可怜的样子, 实际上脸部的肉满是宁。 顾怀锦顿了顿, 其实, 我是来找你讨论问题的。 她随口问了一个 目前数学界没能证明的猜想, 江子怡尴尴尬地笑了下, 这个题目很简单, 我有点思路, 就是现在脑子疼, 想不出来。 然而当顾怀锦说可以立功减刑时, 江子怡顿时改口了。 系统, 我要兑换这题的答案。 你确定吗? 学霸系统淡淡道, 这需要花费你十年的寿命。 江子怡震惊, 凭什么, 你这个黑心的系统, 高考那么多道题, 才花了我三年寿命。 没办法, 江子怡只能同意。 确定兑换的瞬间, 她的眼尾突出长出深深的皱纹, 头顶冒出白发, 让人不忍直视。 她不知道, 这一切都被藏在暗处的仪器记录下来, 包括她拿笔超错数学符号的表情。 科研人员兴奋地在江子怡身上捕捉到异常的波动。 她的余生只能被看守在牢里, 做一个实验品, 带人类彻底掌控系统的秘密。 事后, 顾怀锦跟我道歉。 对不起, 是我之前误会了你。 我无所谓的白手, 要是想将功补过, 你就来我公司的项目免费打工吧。 司徒号要闹了, 凭什么我只能端茶到水? 她一来就进入核心, 顾怀锦逆了一眼, 因为你蠢, 美貌系统看得一愣一愣的, 恍然大悟, 原来京圈太子爷也成了我的小弟。 我笑得不行, 当我再一次成为高考状元, 拿到清华录取通知书的那天, 美貌系统要消失了, 我这才知道, 它没有从我身上获取到气韵, 反而耗尽自己原有的能量帮我救助外婆, 马上就要陷入永久的沉睡。 谢谢你四清姐, 美貌系统跟我告别, 绑定了你, 我才认识到原来不用美貌, 不依附他人也能活得很好。 我不如学霸系统聪明, 但有美貌一无是处, 都没帮上你什么忙, 感觉自己好没用啊。 她闷闷不乐道。 怎么会呢? 我说, 不是只有理智和冷酷才是强大, 你的共情力, 你的谦逊和学习能力, 也是一种强大。 小美, 其实你才是最厉害的人工智能。 美貌系统开心地笑了, 在能源耗尽的最后一刻, 它那米级别的真身, 静静地躺在我的手心。 后来, 我终于解决那道悬而未决的算法题。 成功突破人工智能最关键的核心技术, 给这套A2取名为小美, 应用于各行各业。 而我也一跃成为知名的科技新贵, 比前世还要耀眼。 再回到母校演讲时, 我在讲座末尾对高三学子送上祝福, 在攀爬山峰的过程中, 有两种声音想要拉你坠落下去。 要你放弃思考, 去走捷径。 我顿了顿, 微笑地说道, 千山我独行, 不必去听。 全文完。